交通部观光署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将于2024年举办 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 期望借此强化绿色出行及推广低碳观光旅游 澎管处会整合多项活动 包含深度漫游及示范游程推广 在地专业领其服务与澎湖跳岛101K自行车活动 并全台车友共享海风与海味 4月10日下午于观光署旅服中心举行的宣传记者会 由交通部观光署方正光主任秘书主持 并邀请众多嘉宾 包括澎湖县政府旅游处刘美凡副处长 台湾旅行业发展协会蔡子健理事长等 此外活动代言人艺人陈宇也特别到场支持节目 该系列活动时间为春季3月1日至6月30日 与秋季9月1日至11月30日的自行车领其服务 彭管处及彭湖县自行车协会合作 推出免费领其服务 提供车友深度认识彭湖 另外 为搭配2024世界自行车日 特规划 骑游局岛庆良一下骑程活动 让车友骑程滨海自行车道 同时参观彭湖尖山发电厂 做环境教育 彭湖跳岛101K自行车活动将于9月22日举办 车友可挑战放四大快朵頤的彭湖风味美食 与享受各式丰富活动 该活动即日期已开放线上报名 邀请全台车友一同来彭湖享受自行车乐趣 体验举导魅力